大家好,我是果汁君的RG 最近的天氣好像真的有一點太熱了 我每次出門的時候都覺得自己被曬到好像快要融化了一樣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清涼消暑的和果子 蛤餅 首先準備50克的蛤粉 注意這裡使用的蛤粉是指使用蛤羹或番薯所製成的澱粉 不要買到蛤浴巾做的澱粉 雖然中文翻譯都是蛤粉 但它們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食材 將一用水倒入鋼盆並放進冰箱冷藏 我們等一下會需要一些冰涼的水冷卻隔餅 準備230毫升的水 將一部分的水加入隔粉中 用刮刀將隔粉輕輕地拌開 確認隔粉完全溶解沒有明顯的結塊後 再加入剩下的水攪拌均勻 把攪拌均勻的隔粉用細篩網過篩 去除比較小的顆粒 過篩完成後再加入25克的白砂糖攪拌均勻 準備一個比較大的鍋子 開火將水煮到沸騰 因為隔粉非常容易燒焦 所以比較建議使用隔水加熱的方式來製作 將裝有隔粉的鍋子放入沸騰的水中加熱並持續攪拌 隔粉會從鍋子底部開始慢慢凝固 因此必須要不斷地用刮刀從鍋底將凝固的部分攤起 攪拌到凝固7成左右的時候就可以將鍋子拿起 將隔壁攪拌均勻 將隔壁攪拌均勻 把拌勻的隔壁趁熱倒入模具內 用中火蒸15分鐘 然後將蒸熟的隔壁包含模具一起放入冷水中冷卻 冷卻完成後依自己的喜好將隔壁切成適當的大小 把隔壁放入有些冰涼的飲用水中降溫 接下來準備製作糖漿 我們今天要使用和三盆糖來製作 和三盆是一種非常高級的日本糖 有著清爽又柔和的特殊風味 鍋中加入40毫升的水 開火煮到沸騰 再加入10克的糖煮到溶解後關火 最後加入50克的和三盆糖 趁熱攪拌到完全溶解 把剛煮好的和三盆糖漿用西篩網過篩 接著再過篩一些熟黃豆粉備用 這款隔壁做個人非常喜歡在夏天的時候做來吃的和菓子 光是看它清涼水嫩的外表 就感覺熟氣好像已經消了大半一樣 再加上和三盆糖清爽又有深度的甜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好的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噴水 我們下次見